大午安好 這個主題是比較從User的角度出發 那不要忘了Costco有一個部分是User 所以我過去有很多的機會能夠跟工程師一起工作 我覺得就我觀察來看 如果能夠做出一個在網路上有很多人用的東西 似乎是對工程師來講最大的成就 所以相較於就是我們花很多時間去做了研發 最後沒有人用 那我今天就從這個維古力跟計算機這兩支球吧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喜歡這個網路創業 我現在是學校的老師 然後也推廣這個UX的部分 然後我自己也是一個這個數字貨幣跟期貨的交易者 那如果只是講案例的話 那個案例非常非常細 所以我這兩個我們要正規了一個13格設計原則 然後我用原則的方式 用這種經驗法則來跟各位分享 那也許你有用過微古力 也許你有用過機動機 我用一個很快的速度放下我的影片 我用一個很快的速度放下我的影片 然後他的關注的投資標的 跟其他人分享 你可以在微古力裡面 很方便的查看各種不同的金融資訊 包括了K線讀啊 走私讀啊 還有一些達人買賣策指標 台股的部分 現在也有數字貨幣 也有基金 然後呢你也可以在上面認識一些 跟你有相同興趣的投資者 所以呢我們在裡面呢 現在有一些網路的貨幣的達人 他們投資很厲害 來提供一些訊息給這個 微古力的User可以看 那這個是我今天早上解的圖 就是微古力有儲率71% 然後呢大家可能只看到 微古力有23萬個User 好友加入你 可是大家知道 微古力有23,224個群組 就是你可能金牌號群組 你也加入微古力 好就是我在這個TechPost 2017的發表 然後這是記錠機 一樣這個有離婚7000多個群組在使用 所以大家知道 誒記錠機有34萬多個好友加入 那你乘一下流存 就算一下 目前大概有20多萬人的使用 就是記錠機 一樣有個影片 那我放在那個共編文件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影片 我們是Hacksong的 這個First Rounding Out 其實就是亞軍的意思 OK 那為什麼做這個聊天人體呢 就是為什麼做Chatbot呢 是因為這個通訊的人體 IM它在2015年的時候 就已經超過了一般 我們在常用的這個社群網站 所以以做產品來看的話 它佔據人們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時間 那你做的產品要接觸到使用者 就最好是做在人很多的地方 所以呢包括了 我們講這種對話式的互動 包括了像這種各種不同IM上面的Chatbot 或者是呢這個Volicebot也是另外一個研發的一個主流 所以Chatbot本身呢 對我來看呢 我不太喜歡講它是一個聊天機器人 我喜歡講它是一個對話式的人機介面 介面這兩個字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 那介面在過去呢它有一個演化的歷史 從最早就是這種Command Line Dose時代達指令 那再來呢有Graphic User Interface 然後到現在這種Nature User Interface 包括了你用手勢 包括了你用語音 包括現在你可能用你的眼球的臨識 或者是甚至是腦波 那這些呢就是其實的一些介面的一個互動 那歸納出來這13個經驗法則呢 就是針對缺乏設計跟運營方面的一些想法 那這13個我今天講的slide 這是比較案例的部分 可是呢我剛剛也把文章寫好了 就發到Media上面 所以呢也有貼在共邊的那個文件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那為什麼今天需要去做這個User Experience的Design呢 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包括了Developer 包括Designer 我們去構思的一個Chatbot 或者是一個網路的服務 我們用腦袋裡面的想像 去完成這個系統的介質 可是這個系統未來是要給誰用呢 給User用的 所以呢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設計師未必等於使用者 所以設計師如果不等於使用者 設計師設計出來的東西 怎麼剛好使用者會使用呢 所以呢才會有User Experience 這個學科的科學的存在 我們要去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以至於你可以設計出好的Chatbot 所以呢第一個原則呢就是 確認目標族群的關鍵需求 如果說你做了一個Chatbot 你是Demo你的技術 Demo你的工具 我覺得很好 可是呢 如果你要做到商用 做到有人用 那你得先確定說 你的Chatbot做完以後 是要給誰用 他為什麼要使用 所以呢 以G&G來看的話 70%是女性的族群 就是他的一些分布 那我們只能知道使用者的需求呢 在針對記帳的這個族群 女性族群呢 他有一系列的 跟記帳相關的活動需求 那這些需求呢 他可能跟時間相關 跟事件相關 最後引導出來呢 就會發展出在 Chatbot上面不同的一個功能 所以設計是為了解決 特定問題有存在的 那是微古力的這個 Demographic的資料 就是男女分度的比例在這邊 然後呢 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微古力的User 他是25歲到44歲 所以年輕族群為主 相較於現在 證交所 正在交易股票這些族群 48歲 所以微古力的User 是普遍比較年輕 那對於現在很多金融業 在做數位轉型來看的話 能不能讓金融業去掌握到 未來的內批使用者 就是現在年輕族群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年輕族群也許在獲取 這種股票金融資訊 他有一種新的互動方式 那可是投資這一次 非常非常複雜 它是你腦袋裡面的一個說服過程 所以現在人們怎麼做呢 兩個方向 一個是你自我修煉 你可能看節目 看書自己學習 另外一個就是付錢 或者是找人來協助你 那所以你在過程裡面 你有想的想買的股票 然後你系列的思考決策判斷 直到某些事情產生了 你才會去馬上打開你的APP做交易 可是呢 我們過去在做這種投資需求的一個分析 是為了要了解 微股力 目標用戶 他到底需要什麼 而來設計這個服務 但是呢 根本上 其實我們到後來發現說 機制這些東西呢 不是最根本的需求 投資人最根本的需求 就有一件事 就是贏錢而已 怎麼贏錢 就是最根本的需求 也是最務實的 那第二個原則是 APP的成功並沒有辦法直接複製 所以呢 我們可能會想說 我今天呢 在這個APP上面有什麼服務 交友服務啊 或是金融服務很好 我在checkbox上面 做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服務 但這個單純只是 就技術上的轉移而已 有很多時候呢 在checkbox上面 使用者跟機器的互動 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更重要的是呢 現在做checkbox 如果是工程版本 我們做上線 OpenZOS完就結束了 可是呢 有更多是在商業裡面 扮演一定的角色 譬如說上一位講者 在做U-Bike U-Bike不是 這個checkbox它不是一個工具 它是一個商業服務 所以在商業服務的上 我們考慮的不只是說 我用什麼厲害的技術來實現 也要考慮到我今天講的 User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呢更重要的是 商業的目標 有沒有辦法達成 不然的話 你在公司裡面提一個案子 你的老闆不會買單 你這個案子就不會在公司實現 公司沒有支持你的案子 最後呢這個案子 就不會在社會上普及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核心的User experience 該考慮到這幾個面向的部分 所以既然沒有辦法直接布置呢 所以你勢必得要了解 市場上其他跟你做類似服務 他們怎麼做 我們去做一些比較的分析 然後呢去了解 現有App 可能沒有辦法被滿足的地方 以及我們今天用checkbox 不是因為你是checkbox 所以User就要用你的checkbox 因為很酷 不是這樣的 而是今天到底checkbox哪些特性 在使用者做這個服務的目的上面 你做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設計 調整 你有你的insight 所以哪些特色是可以符合 用checkbox來執行 以至於你可以創造一個優勢 是凌駕於App之上 所以呢像微鼓利來看的話呢 除了我們自己做微鼓利上 像現在二三十萬的user在使用之外 各大證券公司也都在做checkbox 那他們的資源比我們更多 所以呢大家一起把這個服務呢 就是一起創造出更好的服務 所以市場上還有其他player存在 不是只有你而已 到最後就是一個賽馬的遊戲 那第三個原則是 他雖然是checkbox 可是呢也許你很想說 有使用者跟我背叛 我做了很好的NLP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其實就算你自己開發者可能練當不好 就是很多user他其實 一開始覺得好玩 但是後面他是不會想要跟這個checkbox對話的 所以用對話 自然語言對話的方式是技術上的突破 可是呢我自己的checkbox 我大概都是會走 就是用EY的方式來解決 因為你的user 他想要聊天 他會去找朋友 去上交友軟體 他不會跟你的checkbox做聊天 所以在現在呢 很多checkbox 他有這個不同的EY可以來support 比如說呢 我們最早是單純用下指令的方式 到後面呢就是 比如說你跟我講2330這個股票 我把2330相關的功能也帶出來 你輕輕做一個點擊 就可以帶出附加的圖表 我不需要你再下第二個第三個指令 讓整個互動圈在一個迴圈裡面 那再來呢 比如說球棒的風格也要符合情境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球棒被用到客服 user去用客服的時候 通常情緒度造也是比較差的 所以例如說這個 像這個例子 就是 user起用一個客服 然後說你好 然後很高興問你服務 user說請問 但是這個checkbox反應太快 然後說不好意思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自動迴反被取消了 他說好 我會自動做 怎麼處理呢 你可以再好好想一想 想什麼 我沒有在想 這是一個上市公司銀行checkbox第一版 就是一個上市公司的銀行的checkbox第一版 那再來第四個原則是 你今天要做一個checkbox 到底要讓它比較像人 因為我們講 checkbox就是 你連環環是一個agent 你要讓它比較像人呢 還是你很清楚的 就陳述 我就是一個機器 我就提供一個網路服務 所以像texigo 它非常非常成功 整合了這種很多的UI 然後它很清楚的讓user 就是用按按鈕的方式 來做這種跟app上一樣的呼叫方式 叫車的方式 它取得是user在這個line上面 可以非常非常便利的獲取它的服務 那這是一種成功的案例 那機上機一樣user有很多 可是呢 它比較希望有溫度的傳達 所以它希望是做你的人話 所以左邊說你的人話 右邊做機體主張 那誰好誰壞 沒有 看你去設計的情境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你希望你的checkbox 有傳遞溫度的 你可以走動情感 比如說呢 這個200塊早餐 然後呢 他按飲食不要吃我 或晚安早點睡才會健康身體 OK 那雖然它是對話式機器人 雖然是對話介面 可是那個互動方式未必是對話 只是未必是dialog這種對話 因為在IM平台本身有很多的UI的套件 所以呢 比如說這個line的lib 它可以讓我們直接 過去我們是透過文字輸入記帳 那User每一筆都要記帳票 這樣麻煩 那現在我們開發了一個 這個LIF的網頁版的計算機 直接在上面點這個25塊飲食早餐 然後按輸入我就幫你記帳 再來的話 善用更多的圖表 你未必都是要透文字出來給你的User 比如說在那上面 我們用這個叫Imagement 做出一顆雞蛋 那User看到這顆雞蛋 我就知道我目前的那個花費是多少 然後呢 他想要看更多 把網頁呼叫出來 然後呢 上面有動態的圖表 說直訊視覺化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整合了Imagement 跟Mobile Web的一個UI的一個呈現 所以不限於我一定要用溝通的方式 那這是微不利的例子 我們讓每一個使用者 他可以在上面選用不同的rich menu 這rich menu 包括了不同的政務公司或基金公司 所以長相也可以設定 那第二個原則呢 是這個 在所有權上 因為Champart他擬人 所以你要讓人類感覺到是人類至上 所以我們在這個所有權上面 應該要回歸到User本身 譬如說呢 有User會在客服講說 我記錯了 或是我想要重新重置我 我不要用記帳機我要重置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剛剛講說你就打小雞掰 小雞掰 打三次 你的那個帳戶就存入不見了 當然是第一版 第一版 第二版不是打四次 第二版是加入 你是不是確定 所以需要嗎 需要把它放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這是介面設計啊 大家會往 譬如說我要做Material Design 或者是我要做Flight Design 我要做非常多簡潔美感 這個很好 可是呢 在UX Design 它有幾個層級需要去考量 最根本核心的層級 並不是美感 或者是視覺效果 我們最根本的層級是 就是需求能不能夠被滿足 所以我才講說 為什麼做確保的時候 你要去知道 人們到底需要哪些功能 這些功能是直接指導它的需求 根本能夠滿足它的需求的前提底下 就算很難用 它硬著頭皮 它都會去用 就像各位用這個PTE用了這麼多年 好像介面也沒改 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所以呢 先思考User到底要什麼 然後再思考 它這樣的一個互動方式 是不是友善的 然後再思考 整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透過一些文字的對話 創造溫度 視覺的一些互動 讓User更愉悅 就是輕鬆的部分 大家能夠去理解它的不同 那因為聊天機器人 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呢 User在跟IM互動的時候 它的訊息是堆疊的 表示什麼呢 你的機器人可能一天跟使用者 推播十次 兩天三天四年五天 每天看它的四五十折 推在上面 就像你家人傳訊 點影可能就沒看了 開點區就沒有看了 所以呢 善用 這個 一些意外的特性 來解決 這種訊息堆疊的問題 比如說呢 像在LINE或Facebook裡面 都有Terasile的Tagplay 旋轉式的選單 那旋轉式的選單 在同一個時間 旁邊的9點06分 推播出來的 這邊呢 它可以有比較豐富的訊息 去用空間去解決 時間上面訊息堆疊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 維協力現在呢 我們也把這個 User的訊息呢 對於外 用一個網頁 做一個訊息的這種小小鬧裝 就是搜集器 所以呢 User一些訊息 在TroboHub裡面 是重要的 我額外把它做一個網頁 讓它搜集到訊息 這樣它的訊息 就不會漏掉 所以有一些方法 讓使用者跟這個 機器的對話 更精準 更有效率 那再來第九個呢 是推播 大家經營的LINE都很喜歡推播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我自己觀察到 現在對於使用者說話最強大的一個媒體 當然前提是你的用戶數要夠多 所以比如說我們做了一個小實驗 在微谷利用台股族群 照理講對數字貨幣敏感度 應該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推播 某一天對微谷利2萬多的群組推播說 你對數字有興趣的User 來點這個連結 來加入一起討論 那我們就用了一個變動的短網址 然後後面跟著8個UI的群組 所以大概用了3個小時的時間 就收集到1、2千個User 加入不同的群組 那這就是一個透過這種推播的方式 去創造出來的一個社群的優勢 可是大家要知道 你只要一推播就會換到什麼 換到封鎖 所以久了你就不推 那你的User已經集中在一起 你要不跟他對話 那你到底要幹嘛呢 所以像我們一樣遇到這個問題 當我推播的時候 換到了幾百個User的封鎖 我只是有推播聽到沒推播 換了幾百個User的封鎖 所以怎麼做呢 一次同樣推播一定會被討厭 但是呢 我沒有聰明到知道每個人不同需求 所以第一步呢 我是正在譬如說 推播的廣告文案的優化 譬如說你的美術設計好的廣告文案 它是確保推播給User看到以後 該被看到的地方是真的被看到的 好 那這是一個可以做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現在有很多的這個Line的後台 或者是Facebook的後台 它透過去收集User跟內容的互動 所謂的內容可能是它的這個Image Map 它的一些Content然後連結 然後呢 能夠去對User做這個行為上面的分眾 標籤的貼 貼標籤 所以比如說我們過去做過一個就是 我推了一個基金的廣告 然後User有點廣告 有點基金廣告跟美點基金廣告 它基本上就不同人了 所以我第二次還要再推的時候 我應該針對有點跟沒一點的 講不一樣的內容 那User透過這種方式呢 它不是一次同人 User應該比較不會討厭 那大家如果有經營的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你的後台的封鎖數 這某一天是負的 不是系統派電 就是有一些方法 它的確可以讓這個 過去把你封鎖的User再加回來 所以經營得到 然後訊息溝通得到的話 是有機會創造一些不同的事情發生 那第十個原則 就是用數據驅動的同理心 比如說我們每天 這17年的時候 我們觀察後台數據 瞭解User在哪些指令上犯錯 以至於我們在設計上可以去調整指令 然後再來的話呢 善用URI去補償AI的能力極限 我舉例來講 這個CII AI夠強吧 那這上面就是一些 我問他有沒有好看電影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好看的 最近有什麼好看電影 他跟我講一個師兄弟出馬 2010年 這是我一兩個月前的一個使用 所以呢 什麼叫用URI的補償AI的極限 你不要假設你的機器很聰明 所以呢 我們譬如說我們對one on one的 mapping 就是User呼叫圖表出來 然後我的部落格網站 如果User剛好寫到台積電這部落格貼文 我就把那個文章自動產生在這個圖表下面 所以你看台積電你順便看 有哪些部落格的User寫了台積電的文章 那第十二個原則 一共十三個 就是個人化是 Chainline use UX的旗幟 就是怎麼樣可以精準溝通 所有丟的訊息是我們的 大家想想看為什麼你今天呢 在很多LINE的官方帳號你加入以後 你開始跟他互動 是因為內容不是你要的 而這個是一個信心度的問題 一天兩天三天不是你要的 你以後不會去點他了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種User跟內容互動之後呢 我們會去針對User 他自己曾經跟哪一些粉絲頁 這微鼓力上的粉絲頁 或哪些達人的內容互動 最後他如果說User有一些 達人有一些新的文章 或是官方帳號有一些新的文章 所以就推給這個User 所以等於說我們創造了一個 內容分流器 用這種方式來做溝通 當然在後台呢 哪一個User 跟所有內容互動的一些過程 我們就全部都能夠做一些標籤 以至於說未來 在一些比較先進的資料 分析的應用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User的興趣 去做一些訊息的安排 那第三個呢是這樣 今天Chapbar我自己認為 他應該是一個意識 就是今天的你的Chapbar呢 你可以活在這個IM的平台上 他也可以活在這個Voice的平台上 所以譬如說給大家看一個 維古力語音版 2017年 日本語音版的HPG 北冬的HPG 北冬的HPG 再用速度 開極電目前的股價 開極電目前的股價是237元 股票 再幼、那我該不會該埋開極電的人 股票 響比較久 我想她可以選擇開極電 優勝なく去 chosen 這個技術是做到這樣 就是我們把一些檢核股票 好壞的一個指標把它列出來 所以它其實只是做到一個check list 所以一個股價被問到的時候 去檢核說手上比如說50個指標 假設它大於40% 50% 60%以上是正面的 那就跟優勢講說是正面的 可是這個項目為什麼在2017年之後 就沒有再年步繼續推動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因為你們家裡現在2019了 你們家裡也不會知道 我們大家是工程或最接近科技的 我們家裡都沒有 那民眾家裡怎麼會有 所以就是我講技術跟商業的考量 在這邊你要去思考 就是做完的東西沒有市場的話 它終究不會有人用 那這是計算力開源計劃 幾秒鐘當務想要支持 我們30萬的User了 然後它也還算受歡迎 就是第一開網友蠻喜歡它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理想 就希望未來計算機可以 有更好的一個走向 可是現在要做到這麼多的事 它需要有很多的時間 支援跟熱情人一起投入 所以我們想把計算機做一個 開源的計劃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一個像Gmail Lab的功能 大家可以在上面做更多的一些記帳功能 來做延伸 那對你用什麼好處呢 譬如說可以發展一些健康商業模式 譬如說Premier或Devents方案 記帳機的User啟用 然後我們可以有一些收費的機制 User就看他想不想不想不 那再來的話就是 針對這群User 他是親理財的族群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些 可能不是記帳本身的一些想法 譬如說像凱基銀行 在我們上面去做了一個副手機費 所以大家都需要複手機費 那你在記帳機裡面複手機費 那也算是一種在我們的生態裡面做創新 那是第二種方式 那第三種是LINE在日本、印尼、泰國 都是IM排名第一把交易的 所以呢 有沒有機會我們一起來做一個項目 然後把小金能夠帶出國 所以非常歡迎各個不同專業的人加入我們 然後台北商業大學一城中心 我現在也負責 所以如果你有創業的想法 是金融科技主題的 歡迎加入我們台北商業大學一城中心 那有興趣都可以聯絡這個E-mail 謝謝 我們熱心掌聲 感謝文教授給我們來的精采中獎 對 平常市商機有開源的那個計畫 對 大家一定非常的熱心 熱心想要參加 那我們 待會會後呢 也都很歡迎跟我們講者 還有大家一起歡迎交流 然後我們下一個講者 最後一位講者 想分享到AI的部分 對